女人一旦出轨了 男人该怎么办才好呢 分两种情况 第一 你非常爱你的老婆 即便她出轨给你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你还是选择原谅了她 再次接纳了她 在这种情况下呢 说明你是足够的爱你老婆的 愿意给彼此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那就好好的等待老婆的慢慢把心收回来 女人会出轨呢 更多的是因为对婚姻现状的一种不满 那就要加强和老婆的沟通吧 检查婚姻当中的一些问题 然后一起去想办法解决吧 让婚姻状态呢得到完善 女人出轨的几率呢自然就要降低一些 第二 你太爱面子了 对女人出轨这件事情呢 表示是忍无可忍 无法给予她原谅的机会 在这种情况下呢 你肯定忍受不了自己戴绿帽子的羞耻 对吧 那么这种情况就比较好办了啊 你可以直接选择离婚 重新开始 忘掉这一段不堪回首的婚姻 好吧 大家有任何感情问题呢 都可以找我聊一聊 稍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